澳大利亞媒體報導說 政府正在對中國公司租借達爾文港 99年的租約進行審核 《適尼先驅神報》星期一發表的一則報導說 國防官員正在審查政府是否應該以國家安全為理由 收回中國藍橋集團對這個重要港口的租約 北領地首府達爾文是澳大利亞重要的軍事基地 和北部海岸巡邏艇的基地 也是美軍駐澳大利亞輪調部隊的基地 2015年澳大利亞北領地政府宣布與中國藍橋公司 達成一項價值4億美元的協議 讓這家與中國軍方有著密切聯繫的公司 擁有達爾文港99年的租任權 據信 辭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對坎培拉 沒有事先向美國通報這宗交易表示過不滿 不過澳大利亞政府去年對《外國投資法》進行重大修改 以加強對外國投資者的國家安全審查 上星期莫里森總理說 如果涉及到國家安全隱患 他會針對這份租約採取行動